你幫我看看有沒有找到我家 我是想知道 因為我已經做了七年的公民記者 那我是做了兩年 就是大概五年前 我參加環境議題 然後就開始做一些環境 人權 這方面的公民報導 那我有一個發現就是說 我剛開始出來的時候 我就常常到各個不同的NGO的團體 去記錄他們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常常 我上次去祖父聯盟 他們不知道哪一年的週年慶 去看一大堆的照片 十幾二十年的照片的場景 可是就是照片 那我的想法是說 如果是一個攝影的東西 或者是怎麼樣的東西 那至少我們想要去回顧 或有人想知道當時 但是什麼東西出到底是怎麼樣 至少可以有影音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說 而且我看到現在的活動還是在照相 那所以我就 我的這個公民記者跟大家不一樣 我到一個現場我就是要攝影 你不讓我攝影我就不來 因為我覺得你可能有些東西 有些人演講不可以攝影 他說怎麼樣的 我就覺得說你的東西 可能是不能被公平的 或者是說有怎麼樣怎麼樣的 那我也是希望說 你們現在在做這些東西 如果東西可以保留下來 那有人真的有興趣 他想要參與 他可以回去聽這些東西 那或者是說你們的每一場 第一場第二場 我沒有聽過 我正好只看到第三場的這個活動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我對法的修法的東西 我都非常有興趣 但是我真的沒有力量 跑很多場 我跑的第一場是公事法的攻擊會 結果我到新聞局 結果你知道怎麼樣嗎 我上了電視 為什麼 因為他叫這些攝影記者要出去 只有文字記者可以留下來 這表示什麼 文字記者隨便你怎麼寫他都沒有關係 可是他的影像他說了什麼 被你錄下來就找到了 對不對 所以anyway 我想說的就是說 像你們說這個 我看到有在做直播 非常好 但是呢除了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直播的東西 是不是有人真的有 除非真的很有興趣的人 他才會點進去去聽 否則的話 你就是點閱率 不會很高 所以我的建議是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部落格 或者是什麼 或者是什麼 可以把你們 像剛剛說的 您說了很多 我覺得非常棒 他也說了很多 那有些東西其實我是沒有聽得很懂的 譬如說你說什麼點數什麼東西 這個我根本 我根本好像有這種東西 可是我不懂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他寫成一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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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文章 然後寫下來 然後呢就在臉書上 不是在臉書上 是在部落格上面 把你們所說的東西都寫上去 然後再用一個粉絲團 臉書去弄 OK 那我覺得這樣對這個議題的發展是很有幫助的 所以不知道你們是不是已經有這樣的東西 因為我不曉得 我只是很碰巧地闖進這個領域 然後這個領域我沒有參與過 那我之前有在公衛 我參加一個在福大他們公衛方面的東西 他們也是在爭取護士權 那現在聽到說是心理士權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有一個會更快的串聯 對 謝謝 謝謝 可是我今天沒有回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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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您好 請問我們回應一下您剛才的提問 就是有沒有部落格或文字的部分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有好幾個社團 然後有些是內部自己在討論性質法下修的東西 然後我們現在有成立一個 比較大眾版的 對民眾宣傳的一個也是 我記得粉絲專業 然後上面就開始會有一些文章的分享 那像我自己的話 包括我自己也會寫一些 部落格的文章 不然我部落格 這些東西也有在弄 不過我也覺得 就是我們這些工作夥伴也可以一起來思考 就是我們開了這麼多的社團 那我們到底怎麼把這幾個社團的力量 重新做一個凝聚 因為我也感受到 現在好像大家有時候會各做各的 然後中間的彼此串聯 好像其實不是那麼緊密 我覺得其實這也回到社會心理學上 這是一個正常的現象嗎 人多就是會開始分不同的群體 那我們可能或許也要來 可以用我們所學專業 社會心理學告訴我們 那當不同群體之間 那我們如何再取得一個共識 我覺得這也或許我們可以後續在一起想一想 這樣子 謝謝 那我歡迎說 是不是可以把您的部落格 或者說你說的臉書什麼什麼 寄到我那個好奇寶寶 寄到我那個好奇寶寶的那個心門上面 那我可以把它跟今天的影音一起放在一起 讓各個人看到 那今天的這個會呢 我有寫 已經寫了一個 就轉接的活動訊息而已 那你可以貼到那裡面去 謝謝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 剩下六分鐘 所以沒有開放最後一個問題 把握機會 好